很多人估计都会比较注重自己晚年的运势 因为如果只是年轻时候运势不好 那么还可以靠自己的力气和命运抗争一番 但是如果是在晚年运势不好的话 就无力回天了 因为老去之后就没有力气抗争了 那么地格坚博的人晚年运势很差是真的吗 地格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下巴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是比较圆润的 或者四方四正的 那么其实就代表着这个人的地格方圆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很尖 而且骨头很薄 那么就代表着这个人的地格是属于尖薄的类型的 地格最主要的影响其实还是晚年的运势 因为一个人的额头影响的是年轻时候的运势 如日中天 其实代表着就是额头对个人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的地格坚博 那么这个人的晚年运势是比较不好的 这样的人在老去之后一般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运势下滑 通常人老去之后财运都是会下滑的 但是在地格坚博的人这一方面看来 到了晚年之后财运不仅仅是下滑这么简单 因为这样的人到了晚年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财运的 所以地格坚博的人最好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尽量的多存一点点钱费用 地格对个人的影响其实都一直都有 不过到了晚年之后对其身体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因此如果一个人的地格坚博的话 那么到了晚年之后在地格对人的健康影响完全表现出来的时候 这个人的健康状况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好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和我一起纯纯组